今天又跟大家去找食 不過今天不是吃西式 不是吃日式 而是去吃中式的點心放題 而我這次去的 就是位於荃灣大雄輝中心的常滿八家菜 它位置都很方便 而單單在這一棟樓 已經有10間左右的不同的放題店 競爭相當激烈 它全日都有不同的放題 由最普通的點心放題 去到點心再加火鍋的放題都有 不同時段 價錢亦都不同 而我吃這個就是假日的午時點心放題 那一上到去呢 跟我想像的其實有點不同 我原本呢 就想應該是跟普通的放題店的佈置差不多 怎知去到呢 發現原來其實是一間酒樓的格局 而且還要是一間比較舊式的酒樓 是要自己去找位的 全場都基本上爆滿的了 那它除了放題之外呢 也都可以普通的散叫的 好了 找到位 不過原本呢 我就找了個窗邊的位 不過因為那張是大桌 那有其他人來到呢 就轉了我們去一張比較小的桌 那這個放題的價錢呢 就是96塊一位 再加一 平一就會便宜一點點的 如果再硬一點點下午茶的話呢 就是75塊的 那它總共有三張點心池可以選擇 其實選擇呢 就不是算太多 看一下我第一回合都點了不少東西 每張就剔了一點就入單 等了我想大概三個字左右吧 才有東西吃 首先來的呢 就是兩件的炸菜 就是鹹水閣和炸雲吞 都熱的應該都是剛剛炸出來不久的 都OK脆的好吃的 那餡料都正常啦 炸雲吞就有隻蝦 那鹹水閣都是一般的豬肉餡 再來就一個流沙包 不過就不算太流沙 但味道都OK合格的 某些項目呢 就可以逐件逐件地點的 而有些就不行的 我想主要分別就是 如果是一件件可以夾不到給你那些 就可以逐件點 但譬如是蒸這個牛肉是黏在一起的 牛帕葉是混在一起的 那它就一碟一碟給你的 跟著就是牛帕葉 都正常的 還有叉燒包 還有當然是重點要點的蝦餃 叉燒包就味道正常 蝦餃就比我想像中好 有幾隻大大隻的蝦在裡面 但是就略為少少偏鹹 但是都可以的 如果你喜歡吃蝦餃的話 我想你吃十隻八隻都已經抵回來了 看一下多大隻蝦 跟著就來一個雞的麵 泡泡通通正常常的 好 再來一輪的幾樣點心 山蔥牛肉正常的 沒什麼特別 一般酒樓吃到的味道 而這個蒸雞呢 就不知為何說了 因為平時你在酒樓吃開 一是不菇蒸雞 一是棉花雞 一是雞雜 一是雞雜 就很少在這裏蒸雞 它雖然寫的名字有雜菇 但是呢 它只有幾條金菇在底下 給油浸著而已 小籠包就普普通通一般 燒賣都一般正常 那它上菜的速度呢 都不算快 我都聽到附近有人追單的 而且呢 也都有一種中式酒樓的流閘 就是有很多東西都是漏了的 而我這次呢 主要呢 其實是漏了一些最貴的點心 小小食 那我點了叉燒 沒有來到啦 海捷沒有來到啦 花雕醉雞 沒有來到啦 基本上 最值錢的幾樣 都沒有來到 油菜 就賣相一般 但是吃起來OK的 那個茄子呢 濕醬太多了 就不太適合我 而這個蛋呢 就還有少少留心 不過因為太濕口了 所以就一般啦 還有一個豪仔粥 普普通通啦 不太特別 這個麵呢 就正正常常 不是說十分吸引 而且在你吃到這麼飽的情況下 吃麵就好像真的差點了 還有一個酸辣湯 但是不知為什麼它裡面的材料 是弄得爛了的 完全沒有酸辣湯的質感 然後兩個蘿蔔絲酥餅 皮就厚了一點 裡面的餡料都可以的 然後有個九不里包 其實類似的菜肉包啦 一半半啦 馬拉糕呢 就正常的 最後就甜品 那我們點了少少試一下 羊芝甘度就正常 兩件糕都ok的 但是另外呢 就叫了豆腐花就說沒有了 那總括來說呢 都ok可以的 一百元左右呢 就可以吃到好飽了 而且都是正常酒樓的質素 不是算很高 但是都合格的 不過呢 在環境上呢 你就要預算是很吵雜 真是好像舊式酒樓那樣 而且人手呢 也都不是很足夠的 那你要周圍去找些試應 才有人幫到你手的 總括來說 都ok可以的 但是就 本色就真的少了些 連很普通的 可能煎蘿蔔糕啊 腸粉啊那些都沒有 那它其實是有做點心的 只不過就沒有包到下去 任食的節奏餐裡面 那其實它有得散喊的 那如果以我去那天的假期來說呢 大中小點 都是24.8 其實都不便宜的 另外它也都有些小菜啊 湯飯啊那些可以點的 另外最大的幣端呢 就它有分了三張紙 而五次呢 就可以點這三張紙 那第一張呢 就主要是些蒸啊炸的點心 那總共有十九樣 而第二張呢 就是它叫做小食類 也都是我最大不滿意的地方 那它主要是一些有菜啦 蛋啦 茄子啦 五次呢就可以點了這一張 而下午茶呢就沒有這一張的 而另一張呢就是主要是些炒粉麵啊 湯啊粥啊 還有甜品 反而這些選擇呢就比較多少少 那都有十幾款的 而五次多了那張呢 有四樣我點過的小食呢 它都沒有來到 而且我相信應該是相對最矜貴的菜式啦 那它沒有來到海折頭啦 沒有來牛肚啦 沒有來醉雞啦 還有叉燒的 基本上 似樣的小食 它都是沒有的 所以可以說下午茶和五次其實差別都不大 那下午茶呢就會再便宜一點的 窗外的環境都不錯的 那麽埋單兩位呢就總共211元 即是平均每位呢就105.5元 都算OK啦 大家離開荃灣 又想便宜點的吃下點心放題的話 不妨來試下